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还有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的日期是4月27号 提提大家日本药企又爆了一宗丑闻 日本製药公司极东被揭制造腸胃药正路苑的时候偷工减料 产品的必要成份不足却在偽造数据后出货 在当地时间26号 就遭到当地的库山园政府勒令停业 极东表示至少由30年前就持续串改药品试验结果 当地政府就发出的停业命令就在4月30号起生效 停止极东製造医药品23日 以及停止贩卖22日 极东就在日前透过声明表示 过去一直以来都欠缺遵守法令的意识 尤冲对相关人士表示协议 故自然又是一则日本药企 原来造假做了30年 说得好彩的就是 今次起码不是吃到人出事 只是例如你买那只药 原来那只药成份不足 另一方面就是 你看到他造假30年 表示协议 30年欠缺这个守法意识 但是你看到报道就说他 勒令他停业 但是停业呢 就只是停止制造23日 停止贩卖22日 就是对于这个佛则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就是造假做了30年 就是我不知道报道是否 只是写了某一部分的佛则 那个停业命令 会不会有更多其他佛则 会不会罚钱 又甚至乎会不会 就是有些人是需要坐牢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了 那如果你说真是造假做了30年 现在呢 就是罚他 停止制造23日 停止贩卖22日 那对于这个佛则 又会不会 就是轻了些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那报道就没有提及其他佛则 好了 那再下一则 回到香港了 近日 Donkey 就以纸盒盛载壽司出售 被指为盲盒壽司 惹来热义 政府解话的时候 就指超市货品 假常供应给人选购 是属于外卖 可以用交合的说法 遭到质疑 前后不一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謝展环 在今天就在电台节目回应就指 用纸盒製壽司的做法 有少少不合理 因为超市壽司属于预制 顾客在什么地方食用 是属于商户不可控的情况 当作外卖以交容器去製 属于合理 但是在美食广场点餐 即使座位不属于个别餐厅 若顾客指明是堂食的 食物亦都是职制 就要遵守走数规例 局长就说 超市整个做法就是预备人带走 根据法例精神 是当作外卖是合理的做法 因此超市无需特别要用盒包住 看不到 他亦坦然要人选壽司 但是就叫人看不到 若果法例要求这样做 都有少少不合理 叫人怎选 他又说到 首阶段的即器塑胶产品管制实施之后 大型连锁餐饮 已经转用非塑胶即器餐具 而小型食肆也都有一半转用 其他仍然使用售管制餐具的食肆 就表示要清货尾 他就表示 有商户反映就指 六至到七成的外卖客户 选择走餐具 反映顾客走数的意识良好 形容是好的现象 相信市民会慢慢习惯的 再下一則消息 美国大学的反战示威浪潮 蔓延到全美国 甚至去到加拿大 合共超过40间院校 都有趁巴勒斯坦的大批学生示威 抗议美国一变倒地支持以色列濫杀无辜 而美国警方的介入程度就明显升 全副武装的警察冲入多间校园 大规模拘捕并且暴力殴打学生 去到当地时间星期四 即是4月25号 过去一个星期 已经有超过500人被捕 在佐治亚州的一间大学 警方就使用电击枪拘捕抗议者 發射橡胶子弹和催淚弹去驱散人群 是抗议活动爆发以来首次 而南加州大学的抗议学生 也都和警方发生冲突 接近100人被捕 校方就宣布取消原定下个月10日 举行的毕业典礼 采取新的安全措施 有专家就分析指出 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根源在于巴尔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当局一面倒地力撑以色列 对乙军无差别攻击导致加沙平民死伤 视而不见 国际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报道里面还提到 一间大学中年日有学生组织和平抗议 警方在星期四进入校园强行拘捕多人 华盛顿邮报就引述社交媒体的片段所显示 多名警察将一名抗议者推倒在地 拿出电击枪电击他的脚 多名学生以及教职员都证实 警员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弹 有一名白人女学生表示 大批警察包围抗议学生在校园内的营地 有色人种的学生明显成为攻击目标 受到电击以及催泪弹攻击 当我试图离开现场的时候 都被催泪弹击中 报道也提到 哈佛大学的多名参与抗议的学生批评 校方在星期四凌晨 两次开启草坪的洒水器 将学生们的营地帐篷淋湿 多名学生在涉事两度的低温当中被惊醒 荒芒分发水桶转移被水浸湿的标语和物资 校方就已经张贴警告 就说禁止美京许可在校园内搭建帐篷 另一方面 以色列那里 有报道就说到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部长 在当地时间26日早上发生严重车祸 他们的安全部部长的座驾因为车祸而翻轴 据称车内包括部长在内的三人受伤 被送往医院 部长受轻伤 现场一名18岁女子就伤势严重 根据罗亚新闻报道 事发路口车辆的车cam所显示 以及现场目击者所表示 部长的汽车疑似是冲红灯之后 才跟另一架车辆发生碰撞 好了去到影片最后部分 和大家看一下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 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希望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的情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说到 在今日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 王毅外长就说 当前中美关系总体止跌企稳 但负面因素仍在上升积序 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态度立场要求一以观之 始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始终坚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 始终主张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王毅外长就表示 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 在旧金山成功会晤 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默化了旧金山愿景 双方应不折不扣加以落实 在当前变乱交绩的国际局势之下 中美关系下一步如何走 首先要回答好一个根本问题 那个就是中美究竟是要做伙伴 还是要做对手 这个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发展的第一个扭扣 如果美国总是将中国当成最主要对手 中美关系就只会麻烦不断 问题重生 王毅外长就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要求美方不折不扣 隔手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讯号 切实兑现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不将台湾作为工具 压制中国等的承诺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王毅外长还指出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力不可剥夺 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措施层出不穷 这些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压制围堵 不是去风险 而是制造风险 美方应该将不尋求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不尋求和中国脱欧 无意阻止中国科技进步的表态落到实处 停止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的虚假序事 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制裁 停止加征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301关税 王毅外长强调 亚太地区不应该成为大国的国斗场 希望美方作出正确的选择 和中方相向而行 起亚太实现良性互动 放弃去搞排斥对方的小圈子 不要脅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 停止部署陆基中道 停止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 停止破坏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美国的布林肯国务卿表示 中美关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係 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係是中美双方的共同责任 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美方不尋求改变中国体制 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 不尋求与中国脱欧 不尋求压制中国发展 一个发展成功的中国对世界是好事 美方愿同中方一起 在两国元首在旧金山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向前走 加强对话沟通 有效管控分歧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係稳定发展 双方更就着乌克兰问题 巴尔冲突 以及朝鲜、缅甸等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 同意继续按照两国元首指引 努力稳定并发展租美关係 双方肯定旧金山会晤以来 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 同意加快落实两国元首 在旧金山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高层交往 以及各层级的接触 继续开展两军交往 以及各领域的磋商 进一步推进中美禁毒、气变、人工智能的合作 採取措施扩大两国人民交流 双方圆袖国际地区疑点问题 加强沟通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到最后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好